大家好 欢迎您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 今天我们邀请康伟先生 国际上的学者 跟我们聊一聊目前中美已经恢复了第十二轮的谈判 但是似乎双方都不看好 中国一位很出名的强硬派人物 也是一位公众人物 胡锡进 环球时报的总编辑 他也上了推特 他一篇英文推特告诉美国人说 你不改变你这种出尔反尔的 但是我把它翻译过来中文 你把出尔反尔的这种态度 和对中国这种傲慢的态度 你什么也得不到 然后华尔街日报 那个什么华尔顿post呢 就把我们总统的推特 和他的推特放在一起 他就告诉大家说 虽然胡锡进是个人 但是代表了中国政府 或中国民众的一种情绪 他就说这个我不知道 华尔街那个华尔顿post就说 我们的政府官员 这个东西也不能不考虑 那我们总统真的不在乎 中国人怎么想吗 他可能不一定说不 我觉得川普他本身 他不光是说对于外国人的这种考虑 就是说我们通常说的 不顾别人的感受 他其实对于国内政治的 他也不在乎 所以他是一个 我觉得从本身来讲 这是一个人的性格的问题 或者说他自己思维方式的问题 他不太在意周围的人 或者说他需要打交道的人的感受 他比方说他经常在国内 这个大家经常会说 他完全没有一个总统的样子 突然会和一两个这个明星对骂 一会儿又和一个议员对骂 一会儿又和这个对骂 甚至要让议员过回去 对对对 就是说像他并不在于其他人 对他的一个感受 而他的这种做法 他自己又认为就是他的这种形象 给他自己带来了这种政治上的胜利 得分 那我觉得这个 这就是一个美国 如果他有好有坏的话 我觉得这就得看美国自己的选民 最终对他做出一个评断 就是说你是否愿意要这样的一个 总统 对于总统本人来讲 他做这样的 就是一个人 他有自己的一个个性的问题 最终作为总统 就是到了最后 还是说你能为人民做什么事情的问题 也就是说到了人民再次投票的时候 你的性格方面的东西 这个和找老公找老婆不一样 对吧 他是来找你为我做事的 然后你给我做的事情做得好不好 这方面 我觉得到明年选举的时候 就不再是一个个性的问题 所以他呢 也是在这方面呢 也应该是考虑的谨慎一点 因为他好像总是在用这种 我心我素的这种方式 也就是说就像你刚才说的 在不光是对中国的问题上 他这种极限施压 对人对方的立场 就完全 完全不是说 我来跟你想解决一个问题 好好跟你谈 完全都不是 他在所有的这个对外和对内的方面 他是很一致的 他并没有说是对外是不一样 他所犯的这个很大的错误呢 恐怕也就是说他的这种 自己的非常一致的这种 这个自我中心的这种主义 那他对朝鲜 对伊朗 对委内瑞拉是这样 他对中国也这样 他可能就忽略了中国 从来没把自己放在跟朝鲜 委内瑞拉伊朗 放在同样的地位 也就是说在他们和他谈判的时候 那你如果在这样的一种施压 更何况就连朝鲜 委内瑞拉和伊朗 都在这个重压之下 被没有显示出来 我受不了了 你赶快你说啥 我就是啥 所以我觉得这个川普 他需要一个改变 他的这个改变呢 从目前来看呢 我觉得自省 就靠他自己反省 或者是自己认识到 这个可能性基本上没有 因为呢 他自己本人的性格 他已经活这么大年了 他自己又觉得自己很成功 所以他一定是很自豪 那他另外一个改变的来源 就在于他身边的人 对他的这个影响 现在看来呢 他已经把身边 所有有可能跟他不一样 或者给他提出阵言的 就是这个中言一耳的 他都已经全部坏了 所以现在 包括现在替代这个 国家情报总监的这个 替代Cost这个议员 他也是 他是一个川普迷 所以对他来讲 他身边的人 要么就是各说各话 他反正也不理你 要么呢 大家都说 哎这东西好 我马上去干 所以我觉得 在这方面呢 他的执政风格这个方面 我觉得有任何改变 这个想法是不看好的 而且现在呢 我看到美国现在 这个社会的评论 对我们总统呢 当然因为大选嘛 民主党评论我们就不讲了 起码从这个国会议员来看 在中美贸易问题上 国会议员们表现出来的 是对总统的施压 并不是施压 让他做什么 而是说 你不能对中国这个软 不管民主党出于什么目的 要这么做 显然 这给总统谈判 施压了很多的障碍 而且国会刚刚通过了 一个决议说 你要想在华为问题上让步 得先经过国会 当然这个没有 对总统没有法律约束 但是毕竟 这是国会大比例通过的 因为毕竟在美国政治 这么多年 我们在美国也看到了 在外交上只要对中国强硬 好像都有票 对Russia强硬也都有票 好像这些议员们 懂不懂外交 只要敢对中国强硬就行 可是还有一部分人 既不是民主党 也不是共和党 他们现在提出一个问题 他说你强硬我不在乎 那是你的手段 每个当总统的人 一定要有自己的风格 我不在乎 问题是 你一定要达成什么东西 他们现在说 你不能证明 you can deliver 现在他们就说 你现在不管你说的多好 你说什么 中国造成多少损失 中国哪怕今年GDP 变成百分之三点几了 那又怎么样呢 跟你有什么关系 问题是对你一点好处没有 但是说 you can deliver 所以这个是一个 很关键的一个问题 一个问题就是 对于川普打这个贸易战 他本来应当实现的目标 就算是他没说 也对于所有的人心目中 需要看到的结果是两个 一个呢 是美国的制造业回笼了 对 没错 这个也就是说经济发展 美国这边独好 应该是这边风景独好 才是可以 另外一方面是 中国的经济 不光是碰到一点困难 经过的经济 应该是停滞不前了 这个就是说 涨到这个6.2% 这个已经是完全超过了 他们过 他的这个 我觉得一般来说 对于中国这样的经济体 他如果是希望 能够把它在十几年内 控制到自己 仍然低于美国的 这个状况之下 这6点几是肯定不行的 显然不反应 他必须得把它 至少打到4点几的 这个状态 才能够实现在 他的这个预期的范围之内 中国能是一个弱小的国 或者说不无法 与美国抗衡的 这样一个大国 那所以这两点 现在看来都是没有办法实现的 或者说实现的希望是很渺茫的 特别是包括现在出现的现象 就是的确是中国的很多产业在往外移 但是美国呢 他现在面临 没往美国移 没往美国移 移到了这个 比方说有些越南 包括台湾 这些方面 包括这个韩国 包括这个像泰国 对对对 所以实际上他出现的这个问题 就是在这里 这个对于川普来讲 他的确面临这样问题 川普犯了一个很大的 也就是说 我觉得是一个 比较重严重的这个错误呢 就是他没有意识到 中美关系几十年来 行政系统 美国的行政系统 就是总统这条线 一直是中美关系 积极推进中美关系的主轴 而国会呢 一直是反对中美关系 发展的这个主轴 也就是说 本来你们这边是唱双簧的 一个白脸 一个唱红脸的 但是现在呢 谁好像都比着我更反华 我为华更强硬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 他实际上是把总统的 这个选择的余地 像你刚才说的 他给限制住 没错 总统你 你原来的时候说 对华为要强硬 把把把拿出来一个 你可能觉得 这是我的一个手段 还发个推特说 我们也可以考虑 这个给他一个 这个是作为谈判的一部分 他本来以为是可以 制作为手的 结果国会说 不一定啊 我们也是有一些 可以通过立法来确定 所以他在很多这些方面 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 他我觉得很有可能 在将来 要么呢 就是他自己失去 对整个对华官 对中国关系 中美关系的 这样一个主导权 这个很危险 这个是很危险的事情 因为国会反正他不在意 他就比方说在台湾问题上 比方说在这个 包括香港问题上 他都制造了很多 那么目前来看呢 中国方面呢 依然是 尽量是区分对待的 但时间长了 如果你们俩都是 说的一样的话 那我给你区分对待的 这个理由就没了 对吧 因为你过去的时候 你每次总统来了以后都说 你不要理我的那个国会啊 我和他们不一样 可是你现在 原来你说的一个东西 你说的更狠 你国会说的 我要整你100 你国会说我要整80 然后你过来说 你不要听他们的 我凭什么不听他们的 我怎么知道 你们到底是不是一样 不是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 国会是不会对 总统的外交政策负责的 对 这点说的 他不需要 他不需要对你外交政策 因为他说了 我们是人民选出来 监督政府的 而且他是对 自己的选区负责的 我只对我选区负责 我不对总统的 这个什么 就刚刚 就刚刚早在1949年的时候 国会质问当时总统 这个出门 说谁丢掉了中国 出门说是你们呀 你们砍掉了支援 告诉我说不能支持不能 国会说 你是总统 对对 你是总统 我们又没有立法让你不给钱 是你 你没有能力吗 所以今天回到70年以后 我看 我们总统又要面临同样情况 他总统现在面临的这个问题 实际上是个很现实 也是我觉得是在 在这一次的总统选举中间 如果对外政策出现这样的一个问题的话 那也 他当然我们不一定说 对外政策会是一个很大的这个话题 因为民主党方面好像一直是在追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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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社会文化方面的问题 或者说这个总统的个性的问题 所以那假设成问题的话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 就是说你总统的外交方面 是就是说外交上面的你的权力和你的这个职责 是远远大于国会的 你是武装部队的这个总司令 然后你这个国家安全 国家安全 基本上这个系统是很难让国会插上手的 这也就是为什么以前的时候中美关系一直以那种就模式运转 大家还算是顺利 即算是国会有的时候是非常繁华 但是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呢 我觉得川普他自己也没有 没有一个长远的考虑 所以我觉得这个对于中国方面来讲 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回到那个我们最初的话题 说是为什么这一轮的谈判 大家的期望值都会低 就是说无论最后谈出来一个什么样的结果 这个中美关系的问题 不会因为这个谈判结束了以后 就等于是这个船的压舱石又放下来的问题 而且现在中美问题当然了 除了大家对中美贸易谈判并不看好之外 其实大家对中美的政治关系也开始担忧 原本的美国这些支库嘛 他们其实呢只是不看好我们总统的谈判手段 和谈判的这个风格 现在大家由政治有点担忧 开始说很有可能 我们总统会因为中美关系处理不当 会让美国在国际上出现很多问题 他倒并不是说你得罪着中国人 我们会有什么损失 他是说如果你中国问题处理不当 你会让美国在国际形象上 你不要忘了 美国对跟中国之间的经贸关系 不是不可取代的 所以这一点来讲 这他的这些年 这些这个智库们一直在提醒大家 这个连带效应 所谓的外溢效应 千万不要发生 但是现在看来 有可能会发生 我们先休息一下